注意看这个女人的双手 居然能在一秒钟挥动上百次 将西索断掉的残壁缝合完整 面对如此精湛的医术 西索也忍不住提出夸奖 只是这价格却贵得离谱 恢复两只手臂足足花了七千万 西索用伸缩自在的爱 将毛巾贴在巴痕处 再用轻薄的假象重现皮肤 而这两项能力正是西索的念 伸缩自在的爱和口香糖一样 能够伸缩自如还附带粘性 轻薄的假象则是将自己的气 用想象力改变之后 以皮肤的状态呈现 他之所以能在战斗中取胜 就是靠着两种念相互配合 先前西索将13张卡牌撒向空中 分散石斗狼的注意力 之后用伸缩自在的爱 将断臂与毛巾相连接 分别固定在天花板和地上 再用气将扑克牌连在一起 并全部握在左手 接着他在扔牌时 又趁机把气粘在石斗狼身上 但只要对方将念了一道眼睛 就能发现他招式的弱点 西索十分机智 用诡异的魔术 和挑衅的话语 让石斗狼失去判断 心态崩溃的输掉比赛 虽然西索的念能力很普通 但他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那超越鬼神般的布局 以及时刻对敌人心态的掌控 西索告诉马奇 就算比赛最后被对方试破一切 他也能凭借硬电能力改变战局 然而马奇却不想再听他装逼 拿上钱袋准备离开 并提醒西索念能力始终有限 在手臂的血管组织没有完全密合之前 最好不要再胡乱战斗 他们幻影旅团的指令有变 所有团员必须在8月30号中午以前 抵达有颗新式为拍卖会做着准备 之后西索本想邀请对方吃饭 结果马奇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但他在离开后 又望着天空竞技场回想西索 那是一个不会流面过去的人 他不会属于任何地方任何人 因为在西索心中 自己就是最强的 原来西索背后的旅团标志 只是利用轻薄的假象贴上去的 他杀死幻影旅团的团员 只为加入旅团和团长一战 随着小杰与奇亚的出现 现在的他也到了狩猎的时刻 与此同时奇亚回到房间后 对小杰讲述了比赛过程 也认识到自己和高手的差距 现在的他们得更加努力 不久后在誓约之神的影响下 小杰顺利完成两个月的成功 开始和智希一同学习念 之后几人在云谷的带领下 开始复盘西索的比赛 但他们根本无法看到西索用念发出的牺牲 云谷解释道 这是西索运用诀中的高层技术语 从而达到的效果 想要察觉就必须要用链 将气汇聚到眼部形成银 就跟小杰之前 看破陀罗的行动轨迹是一个道理 小杰和奇亚的下一个任务 将是要掌控链这门技术 直到能看破西索的影为止 之后他还让智希演示一番 见到智希使用链的模样 小杰二人十分羡慕 同时动力也增加了不少 云谷告诉二人只要刻苦训练 达到西索那种程度也有可能 所以他告诉小杰二人 没有必要去模仿别人 找到适合自己的面 认清自己的资质才是最重要的 而这正是修行的最大意义